孕妇呢 你做心超检查 其实你需要仔细看一下你的申请单 你的申请单如果检查的是心脏超身 那可能就是检查孕妇本身了 如果说是你想要给胎儿做一个心脏超身检查 你看一下申请单上就是胎儿超身心动图 那两者检查的目的是 是不同的 一个是为了检查一下孕妇 你是否能够耐受你整一个生育生孩子的这个过程 因为整个生孩子你的病理生理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身体上的变化 不知道你的心脏是否能够耐受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需要检查的是胎儿 那么这种的话一般在做产前检查的时候 在做胎儿检查的时候 他如果发现 我们不小心翔天 我们不小心能够耐受你 我们不小心翔天 我们不小心翔天 我们不小心翔天